记者吕一轩,王俊杰综合报道,新竹一间美发沙龙以纳粹符号作为招牌,德国在台协会窒息此事后多次劝说,但店家仍执意悬挂该招牌。 德国在台协会,GIT,对此发布正式声明说,此举是对大屠杀牺牲者的一种侮辱。 令他们难以置信,感到厌恶,呼吁该店立刻移除纳粹标志。 店家则回应表示招牌是四只剃刀,和纳粹完全无关。 新竹光复高中两年前发生纳粹变装事件,引发轩然大波,德国与以色列驻台单位当时联合谴责相关活动。 最后总统府出面致歉,教育部也惩处光复高中。 去年新竹县竹北市也曾发生一家汽车百货贩卖纳粹旗帜贴纸事件,同样冒犯得以驻台单位,呼吁主管机关采取行动抵制。 但近来又有民众发现,新竹市区内出现一家以纳粹符号万维电招的美发沙龙。 GIT对此发表声明指出,听闻新竹是一家立法厅,竟公然使用纳粹标志作为该店的门牌,令他们难以置信并感到厌恶。 GIT强调,展示纳粹标志作为商业用途是对大屠杀牺牲者的一种侮辱。 GIT呼吁该店店长立刻移除纳粹标志。 据了解,GIT知悉此事后,曾多次私下向该店家劝说,但店家仍执意悬挂该招牌。 本报记者实际前往该理发厅查证,店内设计复古有形,设有非标靶,饮料机,但没有任何与德国、纳粹、盖世太保有关的海报或陈猎物。 理发厅负责人受访则指出,该招牌是由设计师所设计,招牌上的符号并非德国纳粹的万,仔细看可发现整个符号是由四只剃刀建构而成,和德国纳粹或其他历史事件完全无关,应是有心人士恶意检举。